这么多教会 会看到科西玛丽颜 看到里面有个万国教堂 有祖祷文教堂 有祖生产教堂 祖祭教堂 我哪里 这些都会看 第一个科西玛丽颜 耶稣在那边要进食家之前 在那边迫切祷告的地方 那个橄榄山 那时候的橄榄树现在还在 这橄榄树已经两千多年了 现在还在 就当时就保留耶稣那个时代的情况 然后这个万国教堂 就是他们在耶稣做祷告的石头 他们在一个石头上面祷告 那个汉流儒血 那个石头上面建一个教堂 有十六个国家出前建一个教堂 叫做万国教堂 然后呢 祖祷文教堂 耶稣在那边教学生祖祷文的时候 所以现在里面有一百多个框 有一百多个语油 国家的语言 写主导文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天赋 愿你能名为 中文就是这一个 那其他有一百多个主导文 然后祖神那家堂 小小间的 你进去看的时候 地上有一个脚印 他们认为是耶稣 踏下去就分上去了 所以你们到以色列以后 耶稣上你们发现很多教会 这些教会都是天主堂建的 都是天主堂建的 都是纪念耶稣一些事迹 就是耶稣教导主导文 那个吴彼勒仪 然后那个基敏 那个彼得不认属 基督 那个宫基教 很多都是这个教堂 所以等一下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耶稣为 看着那个耶路上帝的 空气的教堂 然后火大尼 那个大扫路的教堂 纪念大扫路 好 这是基督西来面 第二个大位古城 古城在这个地上 这个地上古城 这是大卫古城 大卫古城里面呢 你会看到基信泉 会看到瓦银颈道 会到西加水道 这个会下去 大家要穿短裤 下去走那个西加水道 还要带头烫 然后一直走 走到西罗阿斯出来 以前就是这样子 他们有城墙 对不对 外面有个基信泉 他要把水引到里面去 西加就从这边建了一个地下水道 西加水道 进到西罗阿斯 那我们就是会走这个水道 叫五百多公尺的水道 这就是中文有一段 要下去那一小段 叫做华伦颈道 这是又一个华伦爵士发现的 这个叫做西加水道 那边下来以后开始走 我们大家都跟着刘一世一指手就对了 你看他的到这个地方 膝盖这个地方 然后走出去以后就到西罗阿斯 从这地方出来 这几个就是在大卫古神会看到 接着到西安山就是这边 在西安山这边你会发现看到什么呢 会看到一个博物馆 不是说去看基民教堂 最后晚餐大卫走 这是基民教堂 就是他在那屋顶这里一个攻击 因为彼得在这边 这个基民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认错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祝勒晚餐的地方 叫做马可罗 然后这个是大卫 大卫这样对 这个木 好 接着古城区 这个古城区也是一个博物馆 这个地方 这个古城区这边 这个古城区里面 有一阵的四个 刚刚我那个 那个伯伯还不是 还不是另外一个 对 古城区有四个区 是这样子 这四个区 一个是基督教基督徒区 回教徒区 犹太人区 亚美尼亚人区 四个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基督徒区 基督徒区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地方 你们中间可以看到 他们认为 天主教人认为 耶稣最后要定十字架之前 他们从这边开始 变神伴被定罪 然后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被定十字架 这些哥哥卡丘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把他弄个十四站 叫做苦木十四站 从第一站第二站 走走走走到这个地方 那 那个最后几个站 这个十到十四站 统统在这个基督徒区 那一站开始 这边是在回家土区 所以这个基督徒区里面呢 有一个什么 最重要的圣牧堂 这个牧堂 这个圣牧堂就是 最后的几个站 通往在这个地方 那 以前罗马世代的时候 他们呢 要破坏基督徒 就把所有基督徒的圣地 罗马起庙 把他建庙 把他 等于要把他消灭掉 但是没有 没有想到 第四季的时候 基督教反而会变成国教的 然后变成国教的 然后变成国教的时候 他们去找那些神庙 结果那十八就把那个 基督徒很多地方的定位 定在那边的 所以就很早找 反而变成 找到那个 基督徒以前的那个圣地了 然后 这个圣牧堂里面呢 因为很多教派在那边 争入不下 所以一八五二年呢 吐了起皇帝 想命命 叫做什么 维持现状 所以我们的 维持现状就是学家的 也正在讲 维持现状 就是什么 你们这里面呢 谁占的地方就崩改了 里面很多 西亚政教 罗马天主教 什么样的那些基督教 很多都是基督教 一个人占一些地方 你们就全部 在变动的 就维持现状 一直到现在 从一八几年到现在 一直这样子 你们去看那个就知道 里面很多这一区 是什么基督教 这个是什么教 这个是什么教 一个小小的地方 很多个单位在那边 复制 那苦路的第十战 他第十四战 统统在这里面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从第一战开始 十到十四通在这边 其他一到几战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基督徒区 然后亚本尼亚人区呢 亚本尼亚人区在这个地方 这里面就是有个佛物馆 这个亚本尼亚是什么呢 亚本尼亚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民族 他们呢 在土耳其的上面那个亚拉拉山 亚拉山你们知道什么吗 就是方舟 https 亚本尼亚是什么样 就是鋒在 他们现在认为还在那边 所以他们这些人深信 亚本尼亚就是在那边 所以他们这个祖先啊 认为 这亚本尼亚在那边 所以他们相信圣经讲的是真的 这些亚本尼亚的就是这些人 那这里要有一个 耶路上安祭的佛物馆 就是以前的圣殿 第一圣殿 第二圣殿 但是模型可以看到這個 在這裡面 這是以前大西里有一個行蹤 那這個就建在那個行蹤上面 這個地方 接著呢 遊覽人區呢 就是這個地方 遊覽人區 遊覽人區就是哭響在這裡 在這裡面他們發現有一個柱廊大道 這個柱廊大道就是這裡 就是柱廊 那這個柱廊大道怎麼樣 他們以前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蓋著 不蓋很多東西 後來1967年大概七里的時候 發現底下很多的柱廊 這是羅馬時代的 是2000年以前的這種柱廊 而且旁邊呢 這兩邊柱廊 旁邊有一些商店啊 什麼澡堂這些 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這個柱廊跟有一張土 那張土叫做馬達巴地 就最大 這張馬達巴地是1884年發現的 是那個馬賽克拼圖 這個是拼圖 那拼圖他們發現 這個以前的耶路漢 欸 足夠有兩條 怎麼有這個兩條喔 這個柱廊後來就發現了 那這張圖是230萬個 吹石片喔 那個馬賽克 這張土很大的一個圖喔 他們後來發現喔 那個跟以前講的那個 1884年發現的這個 一樣 柱廊在這個地方喔 好 那迴教徒去呢 那迴教徒去呢 迴教徒去的地方 就是那個十四站喔 還有其他有避失大詞啊 主要整理喔 可以看到避失大詞 那旁邊有個教堂 叫做聖誕教堂 可以看到安東尼堡 還有苦路的前面那幾站喔 就是這幾個啊 好 這個避失大詞 你到那裡你就知道了 原來胡云五章六節 寫說避失大詞有五個狼字 那你想要我們一個水池這樣子 應該是四個狼子啊 四個旁邊 為什麼聖誕說五個呢 原來什麼 原來中間站加一條 所以當然是五個 沒有錯喔 你希望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避失大詞在這地方 那邊有很多說明喔 然後他的旁邊有一個聖誕教堂 這個聖誕教堂就是這個 所以在旁邊而已喔 因為他是紀念什麼 紀念瑪利亞 瑪利亞的母親叫做安 所以給他叫做聖誕教堂 接著有一個安東尼堡 就是這個地方喔 那安東尼堡呢 聖誕也有記這個東西喔 這是安東尼堡的地下 那他發現什麼 發現說欸 這1931年 匈尹在挖的時候 發現一個撲滑石路 聖誕有一個撲滑石路 記得嗎 新約裡面有寫一個撲滑石路喔 那這個 紀念瑪福音19章13節裡面 有寫這個撲滑石路 結果他們就真的找到了 那個撲滑石路喔 上面還有羅馬人 那個士兵在在玩那個 玩棋子的那個土喔 就這樣喔 這個是土啊 史路 這個 然後這上面看到什麼 這個 他們在玩那個棋子喔 這個是跟聖經 又證明聖經是真的 這個我一再強調喔 考古學家 一直考古 一直考古 每次考古發現一個東西 都證明聖經是真的 在找那個東西 又證明聖經這個是真的 因為是有很多地方 還沒有找到考古的 但是每次找到 每次都證明是真的而已 還找不到 是聖經是錯誤的 這也是又找到了 好 這個裡面 首先他們的安隆尼堡就是 耶穌從這邊開始 他們講的十四戰 第一戰 第二戰就是在這個地方 第一戰 這邊邊打 然後帶那個經濟 第二戰 被十四戰開始走 第三戰一直走過去 第一戰第二戰 就在這個安隆尼堡裡面 好 那耶穌尼堡完畢以後呢 我們可以到什麼 到虛尼堡 就是大虛尼 就是伏墓的地方 然後呢 再去伯利恒 伯利恒就看到 主耶穌誕生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 他們認為耶穌就是 那個馬草就是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就 在裡面做了一個星星 一個星 那個地方就是耶穌誕生的地方 那要進去的時候啊 他那個門啊 很很很矮就對了 很窄就對了 所以每一個人進去 所以現在你看 披著頭進去 表示對耶穌的尊敬 那個地方 好 接著呢 回到馬薩大 這個馬薩大呢 已經很多的團體都不去了 因為耶穌尼堡是不敗 為什麼 他認為跟聖經沒有關係 所以他就不去了 但是我建議要去 因為這跟猶太人的歷史有關係 這個 這個是主權三十七年 大西建的一個星館 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那個被他倒不上去 很難攻下來 好 那主要七十年不是 也算被滅掉了嗎 被滅掉以後 那個 有一些猶太就跑到這個地方 躲在這個地方 好 那輪環怎麼攻都攻不下 因為他太高了 所以他們呢 就開始舔土 一直舔一直舔 一直舔 舔那個斜坡 舔那個斜坡 走從斜坡爬上去 把他攻下來了 那要攻下來之前一天晚上 這幾個太人呢 就決定 來 他要搓圈 就 搓十個人出來 這十個人呢 把所有的 一個人碰到殺掉 那這十個人呢 搓圈 把一個出來 那一個人 把剩下九個殺掉 所有自己呢 自殺 這全部都死亡亡 但不讓那些龍馬人欺負他們 但是龍馬人一攻進去以後 結果從一個洞裡面 跑出兩個女生 五個小孩子 這些人 把那個故事講出來 就是馬薩大 所以呢 這個馬薩大現在是幹什麼呢 以色列的新兵 要當兵的新兵 都要向他們宣誓 馬薩大從此不再文獻 這個地方 所以我認為這個跟 以色列的歷史有關係 所以我們也會過去看 這個地方馬薩大 然後呢 會到影基底 影基底就是大衛 在那個逃避少了望 追殺的時候 躲在這個地方的地方 現在是把困難 困難就是那個 我剛剛講的 我把那個博士邁去掉 就是叫大家去看這個地方 這個困難因為發現 時代發現太重要了 他們把那個石卷呢 拿去放在博物館 那個博物館呢 它的那個屋頂就用這個 所以他們發現那個洞 用那個蓋子 用那個蓋子做這個屋頂 然後裡面呢 這個下面就是什麼呢 就是以色亞書 以色亞書66章 全部都在 所以這個以色亞書裡面的53章 一言耶穌準不準 耶穌單身了100多年前 以色亞書也寫了 寫耶穌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以色亞書66 全部都在這地方 但是這個我們可能沒有去看 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困難 為什麼這麼重要 1947年 他們發現了以後 1948年怎麼樣 就獨立了 這個巧不巧 很巧 好 困難往那裡後 就到耶利哥 這是耶利哥我講的 最早有人住的地方 只有1萬年 那聖經講耶利哥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 那耶利哥完了一樣 我們就到尼泊山過去 越淡了 跑過去越淡這邊 尼泊山 那麼有摩西 上帝不讓他進去 加蘭地 叫他在尼泊山 從這邊看過去那邊 看過去加蘭地 所以這個地方 有一個摩西的紀念教堂 還有一根蛇杖 在這個地方 好 那個完了以後 到伯大尼 這個伯大尼 聽說耶穌塑 那個支流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可以到絲海 各位大家 住在絲海的旁邊 這樣那個 你不要讓我們這樣 一個 絲海呢 它長度 就是這樣子 南北東西差不多這樣 深差不多這樣子 但是它是在 海平面底下 四百多公尺 所以你看喔 這個水流進去以後 這個水就不可能流到海了 因為海比它太高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就 礦物池一直進來 然後蒸花 礦物池流著 水再流進來 帶著礦物池進來 水又蒸花 礦物池流著 所以這地方 實在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就往下 跑到彼特拉 這是太重要的 這個光去增加 彼特拉這個點 就要加台幣一萬塊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彼特拉 所以美歸紅塵 這個是我們二十四年前去的 二十四年前 彼特拉 然後這是它的法院 你看人只有這樣子 他們這個東西 通通繞在牆壁裡面 整個也是通通紅色的 就是還有很多彩色的 這邊是 玫瑰黃的彼特拉 彼特拉完畢啊 就往下走 走到這個 他們最下面這個 紅海旁邊這邊 到這邊是一個 伊拉塔 伊拉塔舊業叫做一路 然後接著它 就過去西乃山 然後會爬去西乃山 現在的西乃山是 就是管治 它每天十一點多 才可以離開西乃山 所以現在變成改了一個行程 變成我們到了一個 半夜兩點爬西乃山 然後下來洗澡吃晚飯 剛好十一點出去 如果你下午到了 你如果早上還去爬 然後下午下來 晚上吃晚飯睡覺 早上起來幹什麼 等到十一點才能夠出去 所以現在管治的時候 會變成兩點半去爬西乃山 看日出 然後下來 通常弄好以後 十一點剛好離開 就不會浪費時間 但是這個管治很可能 今年會解除 如果解除的話 就改成白天上去 就是 目前是這樣子 西乃山 現在 先生完畢優娜會住在紅海 住在紅海 然後完畢優娜就過去 埃及 埃及 埃及現在一般有的已經都不排了 不排埃及 他們認為說跟耶穌沒關係 其實跟耶穌有一點關係 因為耶穌直接逃亂到那個地方 那既然去了 那既然就順便把誰沖沖看 把金字塔 人面吃真相 拿太陽船來沖沖沖沖沖 然後我們拍了一個 推特節目 就用金字塔 做背景的聖光秀 對 這個普通不看這個 普通都是去坐船 在那個淋若河上面 看肚皮秀 我覺得這個比他 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拍這個東西 然後有經濟開頭 他的博物館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埃及有一個國王叫做什麼 土種阿蟲 18歲就過世了 那埃及以前的那些木都被倒光了對不對 這些東西被倒了 通通拿到國外去了 他們留的不多 但是只有這個國王的東西 一個都沒有跑出去 因為後來他們發現 怎麼東西都被拿到國外去了 他們就瞎命命 以後都不能拿出去 那這個以後 這個國王的木才沒有發現 那它很特殊 它的東西全部都是金子 你看那個木 它的那個棺木 好像我這是七層還是幾層 每一層都是金子 所以整個通通是金子的那個土種阿蟲 這只有全世界只有這裡可以看得到 這是 還有木乃伊 開頭 裡面還有木乃伊 木乃伊有普通木乃伊 還有一個進去小房間 誰的木乃伊呢 好 完畢呢就打飛機回來了 這是我們的行程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那個明年可以再參加 好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我們的以色列的地 簡單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之前呢 給你們看這個東西 這是我前幾天去 1月1號去美國 參參觀那個 玫瑰碑遊城 那個花車遊行 有看到 你們有看過嗎 玫瑰碑的花車遊行 我們的華航每年都有參加 那為什麼要用這張相片呢 因為他在那個 就轟了 把整個市的路都轟掉 車子穿進去 在大馬路上呢 就遊行 花車啦 樂隊啦 儀隊對不對 那旁邊呢就拍椅子 就像這個椅子 一條一條的椅子 一個位置 美金一百塊 一個位置 美金一百塊 聽說幾十萬人 就知道多厲害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而已 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 華航的 華航的 這就寫 China Air Line 台灣 那他得到什麼 得到國際獎 我們這邊都想到國際所獎 第一名 但是他是得到 International Award 他有很多獎 市長獎 他每年都得到 International Award 國際獎 大概只有我們參加 反正做得不錯啦 但是這次是講海洋的 好了 簡單講 以色列的地 這個是現在 現在的以色列就是這樣子 以色列 這是什麼 加薩佐拉 這是什麼 約旦河西亞 這兩個地方不是他們在管的 以色列就是剩下這些 黃色的 那 伊勒斯坦尼就在這地方 伊勒斯坦尼分成什麼 東伊勒斯坦尼 西伊勒斯坦尼 就像這個一樣 這個有一條 1967年的聽我線 這邊就是東伊勒斯坦尼 這邊就是西伊勒斯坦尼 川普宣布說以後 伊勒斯坦尼歸以色列首都 對不對 好 所以東伊勒斯坦尼是誰的 巴勒斯坦尼 巴勒斯坦尼有希望以後 伊勒斯坦尼變成伊勒斯坦尼首都嗎 當然有 所以川普一宣布下去 以後巴勒斯坦尼突破棄 當然不破棄嘛 所以現在被聯邦國佛定掉了 因為伊勒斯坦尼現在目前是 分成東伊勒斯坦尼跟西伊勒斯坦尼 就是那個地方 這是現在的情況 來 那我們 從很久以前 大家都認為 為什麼 上下選民要選以色列 為什麼要選以色列 為什麼要選美國 為什麼要選台灣 為什麼不選日本 為什麼要選以色列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伊勒斯坦尼是什麼 是世界的中心 到現在還有人認為這個聖地 不然是地理中心 是誰覺得中心 什麼看啊 你看看這圖 來 這是地中海底 因為以色列什麼樣子 就在這裡 你看看 從這邊 歐洲 不管走海的 走路的 亞洲過來 非洲過來 是不是全部都在中國 經過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以前 你看啊 基督教從這邊出來 也是從這邊出去 也是很好出去 歐雅揮 後來我找到一張圖 更遠近的圖 這個圖 這個圖 現在在耶路上那邊 不曉得哪一個廣場商 他就是很早很早有個圖 這是什麼 歐洲 這是什麼 亞洲 這個呢 惠洲 這是什麼 以色列 耶路上都在這裡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中心 是 那以色列被上帝選起來 是不是很好 然後我講的呢 你看 只有洛洛有獎 的得主 百分之二十都是猶太人 但是他們 雖然很受到祝福 也受到很多苦難 所以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 這 它在中心 好 那這個以色列 地理婚姆怎麼樣呢 它有分這 山 我們來看看它的山跟平沿 那個河流海 礦野之間 第一個 像山地一樣平沿 我們從東邊開始講的 它從東邊 一個很高的山地 突然就丟到約旦河 然後又爬起來 然後再一直說 就走到海 它就是這樣子 所以從 最後東邊 約旦河 約旦河 終於有一個山地 然後突然都 丟到約旦河谷 是 那個海底面以下 然後又升起來 升到河系的山地 然後一個 經過一個偏連 然後下一個海 你看這圖就知道了 這是 嘉義湖 約旦河 石台 東邊這邊 約旦 這邊是山 然後 掉到那個河谷裡面 然後趴天又變成山 然後再掉到 那個平原 就到地中海 就像這個土一樣 這個高起來 掉下去 高起來 下去 就像這個土 看出來 這個就是高地 這是 掉下去的裂谷 高 這樣子 那從那個 切面看的話 這個也是一樣 它都用那個 顏色來表示 一樣 你看 切面就是這樣子 你看 這邊 約旦河那個 東邊 這麼高 八百幾 七百幾 結果一下 飆到約旦河 是 海淩內 甲 然後過來 約旦河 約旦河是在幾個山中間 它是海拔七百多 然後慢慢掉下來 掉下來 掉到地中海 這是 要稍微知道它的地形 然後 約旦河的當邊 有看到這個巴山 然後吉列 摩牙山 是六百 九百 然後接下來 然後掉到那邊 三百幾 然後呢 再過去 一旦河石 就是這邊 有加利利啊 併流到善地這些 然後呢 有一個世貝啦 這塊地 他們給它叫做世貝啦 這是參世的故事 很多黃人 發生在這邊 接下來呢 就是平原 就是這地方 有幾個平原 雅克平原 沙拉伦平原 這些 所以這個以色列 怎麼就是這樣子 那它的河跟海呢 我們這邊很重要的 地中海啦 紅海啦 石海啦 加利利海啦 還有一些河流 地中海就是這一塊 這塊地中海 這邊是以色列 那這邊是 這是義大利嘛 這邊是埃及啊 就歐洲啦 這就是地中海 那個 它 那個 以色列就在那個 那邊 地中海的旁邊 但是他地方很淺 所以他們就沒有什麼港口 所以當時說 以前只有一個港口 就是伊塔 所以 那個水上邊跑出去啊 記得嗎 雅拉 就是從這條 因為只有一個港口 所以以前就開始從這條 現在已經改成亞法了 那 大西的時候 在他北邊 蓋薩利亞 建立一個港 來取代 現在呢 是海法港 所以現在 就在圖上看就知道 這是以前的雅拉 那 特拉伦就在他旁邊 在上面有一個蓋薩利亞 在上面呢 就是海法 現在 以色列雖然在地中海 滿輩 但是在港口就這三個 就是 那個 以色列 然後洪海 洪海呢 有這麼長 兩千五百多公尺長 你們看這個圖就知道 這個就是洪海 把這個阿拉伯半島 跟埃及 覆蓋 然後它最上面這邊 就是西奈半島 那西奈半島的右邊 也就叫做 阿卡巴灣 把西奈半島 跟這個隔開 左邊呢 是什麼 蘇伊斯灣 那這個就是蘇伊斯灣 這是 那個洪海 現在叫一個濕海 濕海以前叫做沿海 濕海 這個濕海呢 是海裡面 下三百多 那 每天 有些水流進來呢 有六百五十萬噸的水 那這個水進來 這個就是我們廖民旗 他可以戴個黑眼鏡 然後在那看漫畫 要戴著圖 扶起來 這個地方呢 一年 三百多公尺的好天際 雨量啊 連雨量只有五公分 所以 這一般的海洋裡面呢 鹽霧呢 是有百分之四 這個地方 鹽霧多少呢 百分之三十三 水分都被 蒸挖掉了 把鹽都剩在裡面 他們發現呢 科學家發現呢 裡面有細菌 只有一種細菌 但是一隻魚都沒有 喔 魚在裡面是活不了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這個山 因為很多這種礦物質 在那邊 裡面不只是有鹽 還有液青 還有很多東西 而且 它的泥 很激烈 一般的沙是粗粗 它是一種很細的那個泥 就是很多的女孩子 買的化妝品 就是在這個地方做的 好 那嘉莉禮符呢 以前叫做 舊月的時候叫做 姬泥類斧 新月的時候 很多名字呢 嘉莉禮符 泥尼泥 泥尼泥 格尼沙特湖 都是指嘉莉禮符 這個地方 它也是在水海平面下200多 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 裡面淡水湖 裡面有20多種魚 我們會在那邊吃彼得魚 好 那河流呢 最重要的是約旦河 嘉義湖 約旦河 十海 這條就是以色列東邊的界線 這條直接給它連起來 只有110公里 但是萬年萬七萬年萬一 只有全國330幾公里 這條就是約旦河 那約旦河這邊呢 很多從當天流到約旦河的 或是從西邊流到約旦河的 或是從這邊流到地中海的 這個就太多了 我們就不管它了 這個是流進約旦河流進來的 然後這是流到地中海的 那荒野 以色列出來的 不是幾乎很多荒野嗎 這些 蘇爾荒野 徐德荒野 西南荒野 這個荒野嗎 旦河的地方 這個 這個 普洱 這個是那個 對 然後這是巴蘭 這尋的荒野 這是西南荒野 荒野都在西南半島上面 然後很多山 山很多 最重要的是天人山 其他有什麼塔伯山 加密山 很多山 這個就是畢果在這裡面 這有幾個標高 這些就是山 好 那這個在地上有什麼特殊呢 第一個 它飛得上很高 兩千八百多 但是那石海呢 海裡面以下三百多 所以很高一點 低 那它的氣候呢 夏天可以到三十幾度 但是能的話可以到平夏幾度 然後它有很多植物 這些植物已經 已經一直不見了 它說 它們春天的時候 那個全世界樹木 它的花 僅次 瑞士 所以我們為什麼寫四六去 就是要看這些有很多花 那有三千多段植物 那有一百五十種是原產以色列的 然後它有不同的動物 因為它是三個亞歐灰 在一起的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 有亞洲的肉頭 有灰洲的獅子 像 有歐洲的猴鳥 通通有 就擠在這地方 你看它是一個陸橋 三個教堅的地方 還有三百多種鳥類 還有葡萄內 還有很多種 那它的交通要到 南邊 南邊這邊有四個動物 四條比較長的 然後那個旁邊 有三條和橫翔的 這個東西就是三條 好 就在這邊結束 就是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以色列的情況 那下面我們來講它的歷史 好 謝謝 十二點 十二點 還是讓你們十二點吃飯 這裡是哪裡 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 這不是屁這裡 岔土而已啊 請